看見這麼多遊客和美麗的位置 不用多說都會知道是Azure Tip夜市 有些人覺得很遊客不想去 但本來你真的是遊客 這裏其實多東西走多東西賣 舉例吃的地方有很多 可以說封建遊人 可以在這裏看有多少人在這裡吃東西 喝杯啤酒 小食都不太貴 當然在很多小巷裏面有些更便宜 但可以坐在這裏看著河窩都可以 這裏叫什麼名字 這裏就是Azure Tip 其實這個Azure Tip夜市裏吃東西的地方有很多 好像碼頭旁邊簡直是美食天堂 但價錢會不會超便宜 又或者會不會好地道 這裏真是見仁見智 吃東西的東西其實是無分各界的 除了遊客之外本地人都會來吃 尤其是在說這個地點 這個角落 進到那裏也有類似酒吧 又或者是Pub and Restaurant 於是一次過來這裏可以吃街邊地道食物 亦都可以吃一些較為有氣氛的東西 不過今次我要介紹大家 就是吃一些用手吃的東西 即是用手去拿來吃的東西 真正的西瓜粥 這麼大的清甜又爽口 這裏吃的Seafood有很多封建遊人 譬如這些 芝士蝦 或者芝士生蠔 100匹左右 還有這一味 冬蔭公的意粉 都相當好吃 可惜冬蔭麵不在這裏 不過更加重要的就是這裏 主打菜式就是這個 各位觀眾 一桶倒下去 所以大家要用手去吃 這個以前也有大家士加了料 加了什麼料 才不是這個龍蝦 小龍蝦的料 你看看 價錢呢 大概是1600匹 這麼少 超貴的 胡先生 貴嗎?不要緊 你Like和Share 我Patreon 有20%抵抗 都是貴的 還是貴嗎?不要緊 送來一個菠蘿炒飯給你 那不貴了吧? 差不多1600匹 抵抗了 而且送來這個菠蘿炒飯 都可以了 雖然比街邊海南雞飯貴 但我覺得都可以一試 老實說 每個人的口味不同 是不是超級好吃 很難說 但起碼我自己吃過 都覺得OK 尤其是這個醬汁 用來拌麵包吃 更加之一流 說到醬汁這麼好吃 其實除了原裝的醬汁 還有另一種醬汁 各位觀眾 就是東櫻公的醬汁 於是乎你選擇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 究竟是Original的醬汁 或者是東櫻的醬汁 如果你吃得辣的話 這個東櫻的醬汁也不錯